第205集 爸,你没事了吧 王月则连忙走上前去,为他扶着臂 王老摇摇头,然后心有余记地道 儿子呀,老子刚才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 是吧 爸,已经没事了,你多休息休息 王月则见父亲说话中气十足,这才放下心来 想起刚才的情形,他下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不是叶好轩事先预料好会出来 把药交到袁浩的手里 恐怕他老子这一次真的停不过去了 爸,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王月则问 还是饿,可是胃力还是恶心 恐怕还是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 王老输了口气,摇摇头 那小医生刚才还说什么了 王月则问 袁浩连忙道 刚才那小医生说他开的最后一张方子 服一记就没事了 王月则连忙拿起刚才叶好轩走的时候 开的最后一个方子 只见上面只有四个字 八豆二两 看清楚了这上面的字 人都吃了一惊 心中同时涌出了一个念头 那家伙疯了 真的疯了 所有人都知道八豆是泄药 一般药用的话 多是零点一克 最多不超过零点二克 叶好轩这一次性用上了两克 这不是要人命吗 况且王老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原本就吃不下东西 他还要泄 能把什么泄出来 去 准备 王月则把药房交给了一个医生 手 手长 这个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吧 一个医生有些犹豫地问 八豆姓烈 平时只能用半克 已经是极限了 这一次性用上两克 王老的身体虚弱 多天又没有进食 恐怕 我相信那医生的医术 找办吧 手长 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点 那小医生的医术是不错 但毕竟太年轻 这个方法可能是对的 只不过是太激进了一点 这样我们做些减量 试试看 一个比较老成一点的专家说 思索了一下 王月则还是点点头 这老医生说的也在地 他就同意了把药量减半的建议 过不了一会儿 一些被盐成粉的八豆已经端了上来 王月则正要请父亲服下时 刘父亲上前叫道 王老 你不能吃这个 你不能让那小医生胡来 这八豆会害了你的 你怎么还没有滚 王月则怒道 王老冷哼了一声 他的脸上有些愤怒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一次感冒 竟然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想他一辈子在战场上 都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过 最后一个小感冒 差点让他挂了 想想他都生气 狗屁的国手 庸依一个 庸依 听你的话 老子早就去阴间报道了 王老扫了刘父亲一眼 端起眼前的八豆扶下 然后端起水一饮而尽 看着王老喝下了八豆粉 在场的医生都紧张地看着王老 王老扶下八豆之后 坐在床上闭目养神 五分钟之后 他皱了皱眉 然后站起来 急吼吼地向洗手间里跑去 他的腹中发出一阵鸣声 五分钟之后 王老在警卫的搀扶下 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快去 给我弄点吃的 赶快去弄 要清淡一点的 王月子连忙道 一个护理急忙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端上两碗青粥和几样小菜 放到了王老病床上的餐桌上 王老这段时间 烤的都是营养水生活 可以说是滴水未尽 他端起粥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片刻之后 这碗粥就让他吃得干干净净 一连吃了两碗白粥 王老这才放下筷子 他心满意足地打了一个宝格 然后站起来笑道 好了 没事了 都散了吧 我出去走走 爸 你真的没事的 王月子紧张地问 你看我像有事的人吗 就是胃里稍微有点不舒服 不过问题不大 王老大笑 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 根本不像是一个病人 那就好 那就好啊 王月子松了一口气 显然叶好轩开的房子 是极有效的 王老之所以感觉到胃里不舒服 那是因为药量减半了 如果药全用上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了 你认识那个小医生吗 王月子抓着袁昊问 回首长 我认识 袁昊吓了一跳 他住在哪里 我亲自上门去找他 明天请他帮我父亲复诊一下 好 我这就联系他 袁昊怂怂了一口气 那小医生真厉害 是啊 人不可貌相 人家经验不足 但是就是有真本事 年轻有为啊 比一些以老卖老的人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一屋子的保健医生和专家 议论纷纷 有些人有意无意的 瞟了刘府清两眼 刘府清是国手 御医不错 但是他倚仗着自己的遗数过人 平日里趾高气昂 没少得罪人 看到刘府清吃了这么大的瘪 一大部分的人心中暗爽 让你压得平时太嚣张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见识到高人了吧 刘府清的面孔有些扭曲 他黑着脸离开 今天的人算是丢到了 他被王老父子骂得狗血临头 虽然他是寓意 接触大首长的机会极多 但是王家是十全派 真计较起来 他一个小医生显然还是不够看 离开了疗养院 叶浩轩打了个车 打算回到住处的时候 手机上显示了一个神秘的号码 他心中一灵 这个神秘的号码他见过 之前龙老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个号码 龙老 有事 叶浩轩接通了电话 你来这里一趟吧 有些事情需要跟你说一下 龙老的声音有些低沉 叶浩轩心中一沉 然后应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他吩咐司机掉头 去龙老指定的地点 小子 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正式加入我们局工作 在一所别墅中 龙老监盯着叶浩轩 脸色有些不善地问道 不加入 我没心情 叶浩轩直接了当地说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你只需要付出一点努力 只要你加入了 我们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包括帮你抢女人 龙傲笑道 强女人 叶浩轩神色一致 他妈的这到底是国家特殊部门 还是土匪 打个比方 我的意思是说呀 只要你正式加入了我们 你跟若曦的事情尽管去做 就算你带着他私奔 陈渊也拿你们没有办法 龙傲笑道 还是算了吧 我想凭自己的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 我只是一个医生 打打杀杀的事情 我想不适合我 叶浩轩摇摇头 哎 可惜了你这块好料子呀 龙傲摇头谈息道 你的临时身份恐怕用不了了 陈渊知道了这件事 说你的身份是违规的存在 在中央安全局的小分队里 要么就是正式 像你这种挂职临时的 是不允许的 哼 我那老丈人急红眼了 叶浩轩把安全局的证件 放在桌子上 如果你正式加入 陈渊就没话说了 你考虑考虑 不管什么事 我们都可以做你的后盾的 龙傲不死心地问道 我想做好眼前的事情再说吧 龙伯 不管我加入不加入 只要以后你有需要 随时都可以找我 可是 眼前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 也罢 小子 以后惹了麻烦的话 可以找我 但是陈渊那里 你自己搞定吧 你去吧 龙傲摆摆手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别墅 看来陈渊是极红眼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打压自己 就连自己挂职在中央安全局下的身份 他也要揪着不放 正如陈渊所说 陈渊的能力不足 掌管陈家已经颇为吃力 再加上陈家后继无人 要想以后在京城立足 那只有联姻意图了 京城疗养院 叶家的老太爷靠在堂椅上 叶卿尘坐在一边 正在陪老太爷聊天 卿尘 这几天 没什么大事吧 老太爷有意无意地问 没有什么大事情 叶卿尘笑了笑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心中的不痛快咽了下去 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叶老太爷笑道 爷爷 关于叶好轩的事情 我想再问问你的意见 犹豫了一下 叶卿尘还是把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你是不是想让他回叶家 是 一直以来 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我亏欠他们母子太多 我想补偿 叶卿尘点点头 谁也没有阻止他们母子回叶家 只是你想过后果吗 杨家那边 我会做些工作 杨家是棋子 关键是那孩子自身的能力 你感觉怎么样 爷爷 不是我自夸 郝轩他是人中龙凤 叶家得他 必定是一大助理 提起自己的儿子 叶卿尘脸上露出一丝自豪 他已经查过他儿子过去的事情 儿子读书的时候 一直是有等生 尤其是近一年来 更是一飞冲天 能力无需质疑 问题也就在这里啊 他的能力不错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 爷爷 我不太明白 叶卿尘摇摇头 如果就让他这样回陈家 会使得他诸于蒙尘 就算他有能力 也不会被家族的那些人认可 极有可能会延去他的才华 爷爷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让他自己在京城闯出些名堂来 到时候再回爷家 无人敢说什么 叶卿尘不是愚本之人 叶老太爷一点 他的心头就雪亮 哈哈哈哈 不错呀 卿尘呐 自从几个月前 我知道这孩子的存在后 一直在关注着他 他的能力不错呀 叶家的未来 可能就指望他了 叶老太爷叹道 爷爷 叶卿尘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老太爷 竟然对自己的儿子评价这么高 老太爷这么说 等于说是要把叶家的未来 交给叶浩轩了 爷爷 他还年轻 我虽然老 但是还没有糊涂呢 在这小子之前 我一直把希望寄居在你大哥的儿子 乐成的身上 乐成的能力虽然不错 但是为人激进 不计后果 魄力虽足 实力一般 所以叶家以后 还是要靠你那孩子了 爷爷 我明白了 现在是要考验考验他的能力 叶卿尘点点头 心情舒畅多了 叶浩轩离开了龙澳的别墅 龙澳所居住的地方 并不算是很繁华 出了别墅小区 再向前走几个公里 就是一条古丸街 途经古丸街的时候 叶浩轩心中移动 接了出租车的钱 向古丸街里走去 在几个月前 自己还是一个实习的小医生 因为撞破了主任的好事 所以遭到了主任的打压 又遭女朋友劈腿 可谓是一波接着一波 可是机缘巧合下 得到祖上一道悬术的传承 让他一飞重天 他还记得 自己的第一桶金 还是在清远的古丸街里面赚到的 京城的繁华程度 不是任何一个地方可比的 但是这条古丸街 就比清远的古丸街大上两倍 而且不管是什么时候到来 古丸街上的生意都是非常火爆 不少逃客都穿梭在大街小巷里 想从密密麻麻的店铺和地摊上捡个大漏回来 常言到乱世黄金盛世古董 现在太平盛世古丸渐渐地成为了一些上流人士 鉴赏收藏的东西 可是现在如果想要捡出个大漏来 恐怕不容易了 叶浩轩并没有想着捡漏 以他现在的身家 根本不需要捡漏生存 他只是左右无视 想来这里看看罢了 古丸街两边的人行道上 铺满了地摊 地摊上的小贩们卖力地吆喝着 引得路上的人纷纷地侧目为观 路边的小摊上东西仿造的居多 就算不是仿造的 收藏价值也不算很大 更不要说是捡漏了 现在捡个漏恐怕比重一百万还要难 叶浩轩有些漫无目的地在古丸街里逛游着 他走到一边的一个小摊上 似是对着小摊上的一把青铜剑感兴趣 兄弟随便看 看上了就说 我给你一个亏本价 小贩操着精片子引导 这把剑怎么卖 叶浩轩拿起了一把卖相极好的青铜剑 这把剑身长不足三尺 剑身上泛着隐隐的青芒 看起来极为漂亮 但是就算是不懂行的人 一眼也能看出来这把剑是仿造的 古代的剑哪里有这么好的工艺 嘿嘿 兄弟 好眼光啊 这把剑是出自战国时期某将军的配剑 我看兄弟眼熟 有骨子亲切感 你出个八万八就给你了 小凡笑道 八万八 也好喧小了 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是傻逼呢 这种剑就算是不懂行的人都知道 是仿造的 如果不是看到剑身上散发出一阵 弱有弱无的灵气 也不会把它的目光吸引过来 虽然有灵气 但是这把剑确确实实是仿造的 只是叶浩轩一时半会儿 摸不透其中的玄机 不过他敢肯定 这把剑肯定另有玄机 兄弟 我这把剑是好不容易弄来的 如果嫌贵的话 便宜一点 七万 小凡也知道自己叫价 有点狠了 有些善善的笑 纯工艺品吧 八百块钱我拿走算了 叶浩轩笑道 老兄 这把剑是战国时期的剑哪 战国呀 小贩吃惊地叫道 这杀架杀得太狠了吧 如果不行就算了 叶浩轩摇摇头 兄弟 你太狠了吧 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 况且你看这东西的橙色 确实不错呀 说不定是一个大楼呢 今天我给你七万都是亏本了 小贩咬牙切齿 做出一副肉痛的样子 小贩的话让叶浩轩苦笑不得 尼玛一个仿制品 也能剪出来漏吗 不过这东西上面的气息 确实不一般 想了想 这小份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这还真是个大楼呢 单是上面散发出来的灵气 就可以看得出来 绝对不是一般的物件 最后经过一番杀架 这把剑以五万块钱成交 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